我们上次讲到由实地经引发的第二院 自他力行院 在自他力行院之中 我们探讨了一句非常著名的祭宋 由莲花不足水 亦如日月不足空 也就是要超越于实地的 那么水以下的 你是三二道 水以下的是六道轮回 水以上的是四凡 你只要超越了六凡四圣 才是真正的解脱自在 就像莲花一样的 不折水 在上边超越 亦如日月不足空 月月如果停留在天空之中 那么它会移动吗 它不会移动 所以那种如来的自在 实时地在 引导我们 能够真正的立宿烈心 立法关心 立宿烈心在立他中完成自立 在立他中成就自己的般若智慧 那么才能够真正地感受到 游如莲花 不折水 亦如日月 不住空 不住在空中 那种自在 那种实力 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的 我们需要改变 改变我们的做任何事情的执着 我们已经习惯了 改变起来非常的艰难 但是 只有通过这样的改变 自己才能够跟佛去相应 否则的话 我们一直在跟六道轮回相应 其结果 学佛呢 也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那么为了让我们走进第三个院 成熟众生院 在成熟众生院中有这样的祭送 悉处一切恶道苦 等于一切勤生乐 如是经于尘差劫 十方利益横无尽 我藏横顺诸众生 静于未来一切绝 横修普贤广大行 圆满无上大菩提 那么就其字面而言呢 恐怕我们没有多少信心说 理解这样的祭送 但是让我们共同来探讨 那所谓 吸出一切恶道苦 既是阐明所有 遭苦之因 就是遭得痛苦的原因 遭得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都要远离啊 遭得痛苦的原因啊 我们知道 那今天你可能 你有贪嗔痴 明天你可能就有无量的痛苦 当你现在有贪嗔痴的时候 你现在就有痛苦 那么如果我们明白 这样遭苦的原因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都要远离 因为离因才不会结苦果 你离了苦因 你就不会结苦果啊 对吧 那么有一个故事说 这个一个人呢 要远行参方 那个有人就送了他一枚苦瓜 所以你带着他吧 去贡佛 但是贡来贡去的 回来之后 在了很多地方 回来之后 他说 我已经拜了很多福 好啊 他说你把你的苦瓜拿来 煮着吃 他给他煮熟了 他尝尝的苦瓜 苦瓜还是苦的 苦瓜还是苦的 因为苦的因在 所以苦的果也在 你只有改变这种因 你才会改变这种果 所以我们很多人 本来这个就是苦的 那非得要改变自己 而且不改变自己的因 又怎么能改变这种果呢 所以说 每个人都需要去思考 思考什么 改变这种因 改变苦果的因 你就没有糟苦的果报了 你有了这个因 你能够改变这个果吗 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们呢 往往执着 往往一厢情愿的执着 把佛看成和你一样 那还叫佛吗 那不是佛了 所以你要像佛一样 改变你自己的因 像普贤菩萨一样 去学习改变自己的因 所以才是吸出一切恶道苦 那么只有改变因 才不会遭受苦瓜 我们说才是一个真正的觉悟的人 你真正的觉悟了 你彻底的明白了 你醒来了 你会知道 有这样的因 就是有这样的果 那么这样的因 你不会做 那样的果报 也不会感受 对吧 你不然有贪嗔痴了 你怎么会有贪嗔痴的果报呢 对吧 不会有 所谓等于一切群生乐 等于平等的意思 前面离苦 后面不乐 我前面我如是因 如是果 我不做如是因 我不得如是果 所以下面就是 后面就得乐了 前面离苦 后面得乐 所以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乐是什么 有人说是一种感觉 没有错 但乐 那种乐是无常的 是短暂的 你只有真正的超越那种相对的苦与乐 你才是真正的大乐 乐才是永恒的 就像我们在这个圈子里走出来才叫解脱 如果你没有走出来 那就轮回 那一不小心 一会高兴 一会烦恼 一会寡风 一会下雨 一会晴天 春夏秋冬 那是你没有办法回避的 对吧 你在这个规律里边在运装 你不接受这个规律行吗 那不可以 所以说离苦得乐 那么也就是我们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你修行普贤行吗 我们探讨普贤行愿品 那就是我们要怎么样 修行普贤行愿 修行普贤行愿 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怎么样 离苦得乐 帮助别人 你不要心存忌妒啊 看人家倒霉了 你要偷了 不正常啊 心太阴暗的 看见别人家好了 你心里都生气 烦恼 也不正常啊 对吧 那都是轮回的 一人欢喜 千人愿 都不正常 嫉妒 对吧 谁走在前面 你嫉妒 谁路后了 你还瞧不起他 这都不正常 你要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这就是普查行 这就是普贤行 这才是真正的慈悲 对吧 你慈悲啊 你慈悲那个人啊 不一定 直比你弱 不一定 对吧 那个人不一定 你 完全有能力帮助他 你发起这个心 就非常的不容易 对吧 你无视麻木不仁 就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这利他中 完成什么 还是最 对吧 因为你自己是受益者 你的心态改变 你的心理改变 你的结果改变 难道不是吗 那么只有你这样 去改变的过程之中 利益的是你自己 而你并没有吃亏啊 对吧 那么 这个 在戒律里面 曾经啊 这个 关于戒律的问题 他有一个比喻 他说 如风采蜜 就是蜜蜂啊 采蜜 那个花呢 没有减少什么 甚至一受益者 又可以传粉了 对吧 那你说 如风采蜜 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好事啊 对吧 没有蜜蜂的话 那个花粉 不能传的那么好 对吧 那结果并不会那么甜美 所以你想想看 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不是 这个 坏事 只能是好事 对吧 所以说 一定要在利他中 完成自利 所以不利他的人 永远不能自利 对吧 当去礼拜 当去恭敬人的时候 当去尊重别人的时候 就显得非常的艰难 所以这种我质啊 是需要改变的 不改变的话 那你那么坚强的话 那你只能 只能轮回了 事不平等 没有关系 理要平等 事不平等 是本来就不平等的呀 你看那山有那么高的 有这么高的 人有那么高的 也有这么高的 没有办法 本来的就不平等 有红的 有绿的 有蓝的 对吧 有长的规范的 有长的不规范的 有长的 我们认为是好的 别人认为 确实不好的 那可以不平等 没有关系 但你要平等 因为什么 这所有的事 都是无常的 都是在变换的 都是生死亦灭的 那么你想想 不就平等了吗 你的修行 要在世上 回归你 改变你的心 才就回归你 否则的话 你老看到这样的一个样子 你不舒服 伤害你自己 所以你要在理上 要平等 那么所谓 如是金鱼 刹成节 是说 不是一天两天 也就是说 如是金鱼 刹成节 你以再利自利 你的利他从完成自利 那你不是说 我今天干了一件事 我明天干了一件事 然后我就 大事完毕 我画个句话 我成佛了 不是这样的 而且是什么 刹是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一个佛刹 磨成微尘 把一个佛刹 来磨成微尘 刹是三千大千世界 那佛刹 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 而把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的 土地 大地 一切万物 磨成 微尘 微尘 看不见的 看不见的 一尘 又是一节 就是 无量无边节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对吧 为什么我们用不可思议 因为 你无法用人的思维观念去衡量 所以说不可思议 你如果能思议的话 那就可思议 所以你使劲啊 你努力啊 你也真正想不明白 这叫不可思议 对吧 那是我们认为是不可能发生 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但是在这里发生了 这里面说 就是无量无边节 菩萨 是永远帮助他人 永远帮助他人 永远帮助他人 菩萨 就是在永远帮助自己 因为 他和志是平等的 只有永远帮助他人 才是永远利益自己 越是永远帮助自己 这个越是六道轮回 甚至会生恶道 人是自私的动物 这是没有办法的 任何生命都是自私的 人是高度自私 人是在 不断的 这个 维持自己的利益 来伤害别人的利益 所以人是高度自私的动物 那么 利益众生 在时间上 没有穷尽 对吧 我不能算出 时间里是多少 没有穷尽 突破时间 你突破了 你不能用算吗 对吧 所以在时间上 没有穷尽 所谓十方利益 横无尽 那么就是说 空间广大无边 广大无边无际的十方 修习普玄行 就是要以这样的心态 去为十方 生世一切众生 拔苦 娱乐 非能拔苦 吃能娱乐 吃没吗 吃 悲能拔苦 吃 我能够给你快乐 悲呢 是你有痛苦 我能帮你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 时空的观念里 要突破时间和空间 你只有突破了 你才叫不可思议 对吧 要不然我们的心 总是有量的 你看一个小的时候 一个人从来没有 走出一个村子 他会感觉 这个村子就很大 他走出这个村子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村子很小 很小 我记得小平 赵本山说呢 要去一个大城市去旅游 到哪 到铁岭 对吧 为什么 所以他的世界里 铁岭就是最大的了 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的世界里 可能就 哈尔滨就是最大的了 但是远远不是这样的 对吧 因为我们走出去了 我们看 哈尔滨不大 我就再走了 才发现中国也不是很大 再走出去的时候 世界也不是很大 再走出去之后 你会觉得 三千大千世界 也不是很大 对吧 那你的心量就大了 对吧 所以我们在 这样无量无边的 时间和空间之中 完成 利益众生的使命 完成自己的苦衔行 也就是 慈能于乐 悲能拔苦 慈悲啊 慈悲 你要记住慈悲 你给别人快乐了吗 慈能于乐 当别人痛苦的时候 你帮忙了吗 所以这才叫慈悲 当别人痛苦的时候 你没有帮忙 你没有帮助他 当别人需要快乐的时候 你也没有给予他 那我们的慈悲 是没有跟的 仅仅是嘴上慈悲 没有行动 所以这样的慈悲 是苍白的 这所谓 我常横顺诸众生 是总结啊 这是基顺的原文呢 是总结 也就是为什么要 常劫帮助众生 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们要帮他 那我们为什么要帮他 如果没有好处 我能帮他吗 这是众生的观念啊 对吧 所以是下面说 因为普贤心的修习 就是随顺众生 这个大人 横顺众生 你需要 我就给你 你需要 我就帮你 对吧 当然你不需要的时候 我也不添乱 跟着会儿 呀我给你 就给你 没用 没有什么用 对吧 所以你需要的时候 我给你 横顺众生 所以能够 进入未来 一切结 横修 普贤 广大愿 所以就是为了 横顺众生 就是为了 慈能于乐 悲能拔苦 所以他才能够什么 进入未来 一切结 横修 普贤 广大心 圆满 无上 大菩提 这是总结 长节 修习 所成就的 殊胜 英国 殊胜的 英国 对吧 有这样的英 就有这样的国 但是有人说呢 那么英国 问你说英国 是假的 那么请问 我们修习普贤英 得 普贤英的 行愿的一个 圆满的菩提 国报 那你说 是不是英国 是 没有错 但是这里面所说的 是清静的英 清静的国 你不是为了 自己要得到 你就休息 对吧 你不是为了 自己要正国 去休息 那这个就是 清静的元起 清静的元起 才是成就我们 菩提的 这样的一个国报 如果你不认识到 这一点呢 那你很困惑 那你甚至会 误入歧途 那么成就自己 就是 先要成就 众生的大愿 你成就自己吗 你不是你念佛 你念佛 那你就要包容别人 那前几天 我们见到一个 一个局势 他就告诉我 他说 那个人犯救了 那个人吃肉了 那个人怎么怎么样 我说 把你自己管好 把你自己管好 人家吃肉了 是人家的事 更何况 我们所说的 这个三规五戒里面 没有吃肉 这一说吧 对吧 所以我们劝别人的时候 你可以吃肉 但是你不要杀生 你可以喝酒 但是你不要喝醉 这个他能接受 如果你从最初开始 你不吃肉啊 你要吃肉 你要还账啊 你将来要麻烦啊 都笑跑了 就是你自己了 你也显得倍加孤独 你受不了 对吧 所以你不要去指责别人 把你自己管好 你自己都没管好 你管别人 谁买我们的账啊 对吧 我们自己整天的烦烦恼恼 然后我们来去管别人 别人是不买账的 别人也不能服气 我们学府有什么受益 有什么好处 没有看到好处 只看到你增加了那种习气毛病 总是看别人的不是 然后他说 我不是为了他们好吗 是的 你确实是为了他们好 但是你的方法 别人不接受 那就不是好啊 对吧 好事要好办 对吧 要讲究方法 讲究策略 如果你不能 那就是坏事啊 所以你为什么要做坏事 最后呢 弄得大家 把那个佛法宣传的 怎么样啊 结果是越来越不信 越来越不让人相信之外 没有别的功德啊 他就说佛法 别人就脑袋疼 对吧 那就错了 对吧 这都是失败的 所以我没有瘾啊 我坐火车的时候 好几个小时 我一言不发 不问你 你说什么 你犯瘾了 没法 我一点都饮都不犯 对吧 不问你 你不要说 你说了也没有用 你耍着你玩 你知道吗 对吧 佛法被你糟蹋了 真的问的时候 一本正眼的 跟他说几句 但是你也不要 顾问玄虚 对吧 就像那个 就像昨天 有人问我 说哎呀 你每天开光的时候啊 你总可以看到放光啊 乌云啊 太阳就出来了 我说都很正常啊 都很正常 对吧 因为我们看着很正常 所以我们就不觉得很激动啊 头脑发烧啊 说胡话啊 我们都觉得很冷静 非常的正常 我记得八十五年的时候 我亲自看过一尊佛 像放光啊 将近有半个小时一样 那个样子 但是我特别冷静 但是别人都不冷静了 好几宿没睡到觉 之后他弄得 他自己精神也不好了 我觉得还是恢复正常吧 对吧 如果你有智慧 你就会正常 否则的话 不正常 那不是学父 而帮助别人 绝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帮助别人的过程中 修道什么呀 让我 修道 我 为什么要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就是要我只一点点的改变 一点点的淡化 让我 我 对吧 无我恩你就会无私 无私 就会怎么样 无畏 无所畏惧 对吧 那为什么整天都听着他呢 那个耳朵也灵 眼睛也灵 对不对 感觉也灵 整天都别人都睡觉了 而你不睡觉 跟他瞪着眼睛 跟他琢磨 那琢磨啥呀 对吧 那你有畏惧啊 你有畏惧啊 没有什么事啊 都很正常啊 发生的 所以说 你有没有我了 你就好办了 你不会受伤了 所以说杀你 砍你 怎么怎么样的 无所谓 无所谓 真的无所谓 所以完成什么 让我完成 无我 这是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的一个结果 让我 无我 你不利于自己吗 自己坚强了 自己勇敢了 自己无所畏惧了 自己拥有大智慧了 这就是帮助别人啊 你帮助别人 你自己心里都 你坦然了 你自在了 你快乐了 最后最小 你应该有这种感觉啊 所以说帮助别人 真的是利于自己 那么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的清净平等 你说平等 你不愿意平等啊 表面上 理论上是平等 我和你是一样的 我和他也一样 对不对 你要不改变了我 你永远不一样 对吧 你改变了之后 你才会说清净 什么叫清净 没有知识 没有挂爱吧 才会达到平等 才会达到 这个永远无碍 没有障碍了 对吧 所以一定要知道 有我无法平等 而修行的障碍 就是对于我的偏爱 就是你爱自己 你爱自己 谁上西方 我去啊 肯定你不帮别人去 肯定我去 你去吧 你去吧 你们都去了 我都去 你有这样的心态吗 没有 对吧 你恐怕自己跑得慢 对吧 听说某某高松来了 你俩蹬着也跑去了 没恐自己落后了 这样一不小心 要得到什么秘法 是捷径 万一呢 你是抱着 种种侥幸的 这种心态 去做的 那最终呢 你还不是他活着吗 我们曾经跟别人 不止一次的说过 说这个2000年 这个2000年8月18号 有人啊 在这之前啊 一直传播 一直传播 世界末日要来了 世界末日要来了 我就问他 我说过了这一天 我看你还活不活 对不对 但过了这一天的时候 他看着我啊 他像做贼似的 他溜 他跑 对吧 那我也觉得我很不好意思 对吧 但是有一点 凭什么啊 你到处就嚷嚷 你的心态是什么心态 自己好好地反省反省 我们是不是也有 类似的一种心态 不弄全新 那个呢 神秘 追求神秘 追求提特 有没有这种故事 有 太多了 对吧 没有那些故事 你走不了多少弯路 对吧 所以说我们 去需要反省 因为什么 因为有我啊 说你永远不平等啊 对吧 因为有我啊 怎么样啊 我们就犯两个极端的错误 第一个 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对吧 如果你不认识他 你对于基于他 无限的希望 你希望的会念经 你希望给你指点秘境 第二点是怎么样 和尚不作怪 没有人来拜 这个很麻烦呢 是真的很麻烦 所以大家 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即使是永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我就一告诉你 人家走了 你怎么办 你不能去啊 你还不得给他呆着吗 所以好好地想一想 要定位 这是关键 你又不能跟人家去 对吧 这哈尔滨几百万人民 都跟着去 我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说 还对我们自己 解决自己的问题 即使有好的师父 哪怕他会念经 哪怕他在身边 你自己要不改变你的心 也毫无办法 因为什么 因为你不想改变我 改变你对我自己的执着 那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说 而修行的最大的障碍 对于我们而言 这是爱我 就是指着我 爱惜我 对吧 可怜我 觉得自己不容易 对吧 觉得自己比别人强 或者自卑 而不行 对吧 那么谁行呢 那是不是你要解脱呢 是不是你要成佛呢 那究竟谁行呢 不行也得行啊 要改变了 他就行了 对吧 那石头 本身他没有 没有雕刻成佛像的时候 你说的是啥 他什么也不是 对吧 那么通过雕塑 他不就改变他自己了吗 所以我们要去改变自己 对吧 所以念佛念到今天 对于自己的偏爱啊 对吧 依然没有转化我值 甚至有了一个更大的我值 对吧 因为你念佛比别人时间念的长 因为你念佛比别人念的多 对吧 所以你的我值也就更大了 对吧 然后你在别人面前就非常骄傲 对吧 挺胸抬头的 狂恶无人 你瞧不起别人 因为你认为别人没念佛 这是念佛的结果吗 这不应该是念佛的结果 念佛念得更多的人 他会非常的谦虚 他非常的谨慎 他非常的遵守 尤其规则 他会看一切人都非常的尊重 对吧 他又看这个不顺眼 看这个不顺眼 看这个挡了自己的路 看那个影响了自己念佛 我认为 念佛念到 有质量的时候 这些问题不会发生 而我们没有念到这种质量的时候 这种问题的发生 是需要突破 你不突破 那对我们来讲 那修行就是一种障碍 因为爱我 因为我值 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是你设定的 不是佛设定的 就像我们很多人问 能念咒下午能不能念啊 地藏经能不能在家里读啊 很多很多的原因 那都是你设定的 那都是你自己设定的 你自己画一个圈 你在里边就不愿意出来 可你认为这是不是轮回呢 毫无疑问这是轮回 因为你把自己啊 拴上了 你把自己拴住了 你走不出来了 所以这是什么造成的 恶之 对啊 恶之造成的 因为你爱自己 你希望这样的一个缺点 这样一个错误 变成真理 当然你这是你 最初的开始 你并不知道 它是一个缺点 它是一个错误 甚至你会觉得 哎呀只有我知道 然后你告诉别人 哎呀你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最后弄得大家怎么样 那全都晕了 对吧 我曾经有一次告诉你 有一个故事 一个局势 家里来几个人念福 念念 他就站起来 直到那个局势上 哎哟 我看你身上有个东西 什么东西 什么时候没有了 只有上个神 你也吓傻了 好几天没睡好觉 所以说 拙有一定要上 不要跟这种人来往 你跟这种人来往 你想想 你你不倒霉才怪了呢 对不对 为什么要说 参善知识啊 善知识很难遇啊 当然你有抵抗力的时候 也可以 恶知识 没关系 他说 那一半 那就问他 你这一半 反正很孤独 在我身上就在我身上了 没关系 他在就在吧 对不对 那你有抵抗力了 但问题是现在 你没有抵抗力 你没有抵抗力 怎么样 你不要接触这种人 对吧 事实上不是这样吗 你自己吓坏了 吓傻了 吓懵了 然后就动了眼睛 琢磨了一件事 越琢磨越害怕 越害怕越琢磨 入行循环 最后的贪了 对吧 你现在起不来了 对吧 甚至我们有些个佛教徒 对吧 用什么方式去向我人 说我会打招 我告诉你 我给你打个招 啥啦 这家伙会打招 什么打招 真的能吗 真的能 你看他怎么还得病呢 真的 你看他怎么还烦恼呢 真的能的话 你怎么看他还老了呢 对不对 他不也是无奈吗 你别相信这套鬼话 没有用 你要学得坚强点 所以我们要深思 深思的结果是什么呀 改变自己 改变就是什么 就是修行 修行很难嘛 是很难 修行很容易嘛 也很容易嘛 对吧 那你跟佛学 跟普京博德学 那你就有希望啦 对吧 所以说这一点 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你不深思 那你就没有希望啦 对吧 让我们走进 第四院 不离院 所有与我同行者 所有与我同行者 与一切处 同击合 身口一夜 皆同等 一切行愿 同修寿 所有与我善知识 为我显示 普遍行 常愿与我同聚会 与我长生 欢喜 心 我觉得这个要求 就非常的高了 对吧 让别人 这个跟大家在一起 让别人看到自己 欢喜 是非常的不容易 对吧 不是我们自己有问题 就是身边的人有问题 但是归根结底 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自己 没有问题了 我觉得你心量 心态也在改变了 所有外界的音源 也会随之而改变 那么 这个祭送是 不离诸佛 不离善友 永远跟诸佛在一起 永远跟善友在一起 永远跟善知识在一起 就狭义而言 就是同修普贤行的人 在一起 对吧 大家都念 华元典普贤 习愿品 都是修学普贤行愿的人 那么这就是 我们侠义而言 都是修学普贤行愿的人 就广义而言呢 是修学大称佛法的 什么大称啊 那信量很大 车很大 能拉很多很多人 甚至拉法界众生 秀小秤的 我自己跑了算了 对吧 你看很多人念佛的人 哎呀 我自己往上算了 我不管别人了 你连小秤都不 因为你小秤 他还得有苦极灭道呢 你现在没有 啥也没有 对吧 所以说你怎么样 说来说去是自私行 自私 所以有人就说了 你说这个佛教徒啊 他都想上新方极乐世界 他什么也不管了 你说家里也不管了 社会也不管了 最后 就是要怎么上极乐世界 你说这是不是自私 我说是自私 是自私 因为为什么说自私 你有这样的想法 是对的 但是你这样的行为 就错了 你有这样的想法 但你不能是这样的行为 你必须立他改变自己 这样的话 你才能往上 否则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若有这样的行为 那你错了 那你根本去不了 你想去也去不成 所以是大乘佛法 和我们的这种啊 六道轮回众生的 小心量 小心众生是不可同而语的 所以有所有与我同行者 所有与我同行者 那么与我同行的人 都是发大心的人 都是这个 休息普贤行愿的人 因为你看到身边 比如说你看到身边的人 他既不发大心 也不休息普贤行愿 我告诉你 那是你的心态有问题 你的心态一改变 他也是发大心的 他也是休息普贤行愿的 就改变 对吧 是他能修行 但是你要警醒 自己要修行 情与无情 同源整治吗 情与无情 有情的是佛性 无情的是法性 法性和佛性 难道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 那你说你 你不就是 心量大了吗 你不就是 休息普贤行的人吗 你改变了 不容易啊 当然了 有这种心 有这种心态的人 就不容易 更多话 有这种行为的人了 接下来是 于一切处 同济会 身口一夜 皆同党 一切行愿 同修学 联系 四个同 所有与我同行者 这个 于一切处 同济会 身口一夜 皆同党 一切行愿 同修学 联系四个同 既同行 同会 同党 同学 所以才是 不离 不离啊 不离 才是 祝佛菩萨的境界 对吧 你想想啊 你对外有 一直都跟你陪伴着 难道不是 同行 同会 同党 同学吗 有情 众生跟你在一起 无情众生 也跟你在一起 难道不是 你同行 同会 同党 同学吗 因为你要去发现 佛性 你要去发现 法性 难道不是 同行 同会 同党 同学吗 是啊 的确是这样啊 所以你需要改变什么 改变你的思维 不离 才是 诸佛菩萨的境界啊 你要离了 你老是茫然 说呀 我学佛这么多年 我也没有什么感受 我也没有什么感应 对吧 诸佛菩萨 我也看不见 学佛看不见啊 那是你业障 你真的 你要是有大智慧 绝对感受得到 绝对看不见 对吧 你看见有情众生 哪个没有佛性 佛性是空性 你看见 宇宙万有的一切的 无情的世界 哪个不是空性 那么空性和佛性 它们之间有差别吗 包括你这里 是不是 佛性 是不是空性呢 是啊 你信量一下不一样了 对吧 请问这个时候 你不成活 你会有烦恼 你会有冠案 没有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去体谅啊 诸佛菩萨 有时候他可能骂我们几句 然后你抱怨 抱怨 这诸佛菩萨也不慈悲 或者这个师父也不慈悲 我告诉你 你的棱角把你抹掉了 你没有棱角了 没有我直了 你才能成就 直到有一天你成就了 你才会发现 这样做是对的 你才会真正的感觉到 六祖坛经理 这慧能大师说的 苦苦的是良药 逆耳的是中眼啊 要不然的话 你学过就说 好啊好啊 你就这么学吧 你就这么学吧 他告诉你 师父给我印证了啊 我就这么学吧 腰板停着溜着 跟公鸡那么骄傲 你说是不是啊 最后的怎么样啊 你就迷失方向了 我说的是实话 每个说的实在呢 佛印证了你都不去学 对吧 你去找谁给你印证了 那么瞎扯吗 对不对 你去反省一下 佛的标准是什么 醒来了 你醒来了 你就是佛 你醒来了吗 没醒来 还跟他犯傻 做大梦 对吧 应该醒来了 对吧 出世间品中 讲了两千法型 华言经出世间品吧 都是普贤贤 甚至无量无边 两千不是两千 无量无边呢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无边 很多很多 因为众生不同 所以法门不一样 法门不一样 最后关数什么呀 都一样 上山千条路 同样越高 上山有很多条路 不一定非得走这条路 最后上山上 那月亮 同样越高 方便有多门 归远无二路 方便有多门 归远无二路 最终都怎么样 成佛 最终都醒来了 这才是修习佛法的一个根本 那你不能说 你的是最好的 我的就是最差的 我告诉你 这样的话 你会让他很伤感 很自卑 对吧 念佛 念佛不行 谁都不行 行啊 对吧 那修别的行不行 也行 只要你相应 相应就行 什么叫相应 身口意 跟佛的身口意 相应就行 如果你的身口意 没有跟佛的身口意 相应 而不行 我说的是什么 不行 对吧 当然你说 我坚持要行 那你就行 对吧 对吧 我也拿你没办法 对不对 我也只能告诉你 行或者不行 但是我不能完全地告诉你 说我去主宰你 我控制你 我不可能 对吧 我没有任何办法 去主宰谁 控制谁 我们也不想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就使他又重新地 陷入了一个轮回 对吧 你要解脱 解放他吗 你怎么才去控制他呢 对吧 所以这是根本 所以一切行愿同修学 无量无边啊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啊 一切行愿同修学 一切行愿同修学 要怎么样 一跟普贤菩萨一起来学 对吧 不是跟我学 我们是同学 咱们是同学 你不要认为 同学这个词啊 来自佛教的 大家一起来学佛 是不是叫同学啊 就同学嘛 对吧 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别误会了 你别把这个师父神秘化了 对吧 我们也不需要你神秘化 对吧 我到时候还得吃饭 我到时候还得睡觉 你要不然的话 你老坐嘛 师父也不吃饭 也不睡觉 师父不是人 对吧 你把我想象那么神秘 对不对 最后呢 你会怎么样 你会陷入误区啊 对吧 你正常一点 你要实在实实在在的走你的路 比什么都好 所谓 所有以我善知识 即 所有对我利益的善知识 对我有益的善知识 能够在我修学的旅途中 能够给我帮助的 无论是给我佛法帮助的 还是给我精神鼓励的 各种各样的善知识 当然了 无人事宜 对不对 那我们老是瞧不起别人 那不行啊 你就感觉到 那个人不是我善知识 三人行必有我事 师父都如此 三人同行 必有我事 必有我事 那佛教看来就更不一样了 好的是我的师父 坏的还是我的师父 我告诉你 都是你的师父 这个 这个全主成天开人寺 说满街都是圣人 满街都是圣人 此地古成佛国 满街都是圣人 因为什么 你看问题 你不能从表面看 你从表面上看 满街都是凡夫 你从空间去看 满街都是圣人 他们表现的表现的五花八门 行情设色 满满地你老老少少 对吧 但是事实上 你从本质去看 他们都是幻化的 你说是不是圣人呢 是啊 可是你感受到了吗 你感受不到啊 对吧 你瞅那个人 知识不好 你看他说话 也不行 对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人性啊 对吧 如果你改变了自己 你看谁都是圣人 所以说 对于我利益的 有利益的善知识 无论是三人行 必有我失焉 养或是善和恶 都是善知识 对吧 什么叫善与恶 都是善知识呢 孔子说过这样的话 见贤私奇 你看到好的 怎么样 你要跟别人一样 我也好 见不闲 耳内自行也 对吧 他也是你的善知识啊 见不闲 见得他不好 怎么样 要反省 我不能这样 那不都是善知识吗 对吧 你为什么今天要拒绝 那个坏蛋 而非得要攀援 那个所谓的好人呢 因为这种好和坏 也不过是相对而言的 对吧 也不是说 这个好的是尽善尽美 那个坏的 简直一无其处 也不是啊 对吧 是你的分别 是你化地为老 所以你认为 这种人最可恨 那个人最可爱 所以你就一直怎么样 化地为老 住在上面 你住在上面 佛教授 这就是轮回 有一句话 好事不如无事 某人说了 那好事不如无事 我啥也不干 错了 让你的心态不再执着 那才叫无事 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干 什么都不干 就是一种怎么样啊 不负责任啊 我们一旦说 放下 不是放弃 不是放弃啊 你不要误解 不是放弃 有很多人误解了 哎呀 佛教授放下 他也放下 那也放下 这就茫然了 但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 义务 信仰 良知 这个都没有放弃 对吧 所以这个不要误解 或者一切都是佛法而已 那经常就说 一切法 坚是佛法 那你说 那木头也是 我跟你说 甚至我们说不好听的 那苍蝇也是 那大殿都是 我告诉你 你不要去 你不要认为 那不是 就是 哎呀 你说 这个地方有佛 那个地方没佛 当年救墨罗什 哎不就在那个佛殿里 为了救那个小生生来 为了度他 所以在殿里撒破尿 那个师父急了 急了 你怎么在这里尿尿啊 撒尿 这个是佛呆的地方 你怎么在这里尿尿 你这个下地狱 请罗什法师说 哪没有佛啊 请问哪没有佛 那个人一下就傻了 是啊 你说哪没有佛 空性所在 即佛之所在 法生佛 我们说呢 关于三宝功德 极其意义 就是佛教的伦理观 那里面说 我们归于佛的时候 三生佛 首先要归于法生佛 你说哪没佛啊 以法为神 故应法神 你说哪没法神 哪没法 到处都是法 以多万有的存在 都是法 请问 你说哪没佛 如果你认为没有佛的话 我告诉你 那就是你业障 那就只能说到这一点 对吧 你说什么叫业障 我们今天要把这样的道理 说得特别透 说一切法 皆是佛法 那不是瞎说的 你今天没有感受到 一切法皆是佛法 那你错了 对吧 一切法都是佛法 但一切法又都不是佛法 为什么 你随波逐流 那他不就不是吗 你心里都没有挂 没有那种执着 没有烦恼 什么都没有 你清静了 你说是不是 到处都是 对吧 平常心是道 那就是平等心 平常心不是道 因为你的平常就是随便 那怎么能是道呢 都不一样啊 对友人而言 他是对的 对友人而言 他又是不对的 所以说 没有不对我们有利益的 问题是 我们能否用心 你能否用心啊 对吧 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 大家不用心 世上无奈 是只怕有心人 你若有心啊 佛法你会学得好 世间法你会做得非常好 非常到位 你若无心的话 整天混啊 整天迷迷糊糊的 整天不负责任 整天吊儿郎当的 那没有办法 你的世间法做不好 你的佛法也学不好 学佛法学得好的人 一定在世间法 也是非常成功 非常负责的 我是这么看的 不知道你怎么看 你说你那样有理 对不起 我按这个标准 按照普贤行愿的标准 你不合格 对吧 不是我的标准 我没有标准啊 我告诉你 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实在不行 我可以把你放生 对吧 那没有关系嘛 但是有一点 你放生了 你就随便逐流了 对吧 你一切可自由了 当年释迦摩尼佛 在世的时候 那么他原地了 我还服务正法 他原地之后了 有个出家人 那高兴的 守无助的 哎呀老头可死了 他死我们可自由了 那事实上 这个很相感的 是啊 他死了 自由了 没有攻击你了 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啊 这种自在 和我们佛说的 这种自在不一样 那种自在就是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以胡来 世上不是这样的吗 所以说 没有规矩 就不成方圆 没有规矩 就不成方圆了 和尚 就是像和尚的样子 就的是和尚 对吧 你不能像演戏似的 把它穿上了 那么就戏服吗 那没有用啊 对吧 问题是我们能否用心 对吧 见弦思奇 见不弦 而内自行列 善才同子 能够如此 情与无情 善与非善 都是善知识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混淆是非啊 哎呀 善才同子啊 就穿外道 然后你也跟着外道跑 也跟着寻 就学来学去 你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大外道 那是非常危险的 你然后 你看说 你看善才同子 五十三餐 你看 我这不是也跟他学的吗 你在胡闹呢 对吧 因为你没有 善才同子 那个什么呀 那个心的呀 没有那个 他的用心啊 因为他是见弦思奇 见不弦而内自行列 你看那些普通门 在他面前 比方 这个神通 那个神通的 哎 他没有问题 他我不受影响 反而对自己 是种锻炼 但是我们呢 一看呢 哎呦 他有神通啊 最后你就学什么呢 学耗子去了 对吧 学猫去了 对吧 那你 那不麻烦了吗 对吧 你知道他的苦吗 你不知道 你光看到那种 表面的东西 实际上 我跟你说 你的思想就走入了一个误区 所以说呢 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说 跟三才同子学 我见个和尚 我拜个师父 我见个和尚 我拜个师父 不一定 当然你一定要这样做 我没有意见 我肯定没有意见 我就说了 我只是给你的修行 给你的学佛提供建议和参考 我不可能控制你 我不可能去主宰你 对吧 我说不一定 对吧 你当然要觉得感觉非常好的话 那你就跟着感觉走吧 对吧 我在北京的时候 一个老人家 他可能七八十岁了 他背着大包 过一张 他手脚很笨 然后他问我点什么问题 他显得无比骄傲 他把那个兜子一激动 把那个底儿停起来 掉地形 一百多个过一张 他非常骄傲 他非常骄傲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特别佩服你 对吧 所以他更加骄傲了 对吧 可是解决问题吗 对吧 解决问题吗 不解决问题 我说不解决问题 你不一定相信 对吧 当然了 你说 指不定哪个师父 就对他有点用的 对吧 那你不能壮大运啊 对吧 善才童子为我们显现普贤行 于是他能够去五十三餐 所以他能够摆成烟水 童子来寻 为了什么 为了佛法 为了锻炼自己的心性 为了改造自己的卧知 为了自己那一份千净心 对吧 不关爱不知足 所以他敢于面对 各种各样的境界 来锻炼自己的心性 那么你是这样学佛的吗 如果你是的话 那我就要赞叹你了 但是往往我们的学佛 是有问题的 发心的 对吧 当然我们会走一些弯路 当然我也相信 大家慢慢的会走正道 当然了 一定会有一条 取取卓卓的路 如果没有这条路 你最终的是 走不到大路上去的 如能如是观 如果你能够这样去观照的话 内心反省的话 怎么样呢 则是普贤行 那么你面对的一切 都是普贤行 你就跟一个非常好的人是普贤行 你跟一个非常坏的人去接触也是普贤行 那你跟圣财童子也是一样的 当然了 如果你不是这种心态 你慢慢的就改变这种心态 那当然也可以 因为人的因缘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现前修习普贤行 则不但能够往生 你说往生的质量 为什么 往生的数量 为什么不高 往生的质量 为什么不高 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往生 当然我们所说的往生 那是狭义的 就是专指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普贤行